有其他議員要發言?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一節淡三虛 我們這個立法會就不能夠為香港人關心的政改或者其他項目發言 所以就開始越角越遠了 這個題目其實在任何大學的辯論比賽都可以被辯論 我也接到有人打電話給我 希望我支持叫劉淑議員的議案 這個在我來說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煩也好 不煩也好 我下來發言 我看到各個議員的發言 我深深為這個議會感到非常悲哀 其實 葉劉淑議員說的話 在政府內部可以解決到 或者商界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是解決到的 香港實際上是太有錢 我去支持這個 這個毛姐姐世界杯 在香港主辦 就是沒有人發聲 我也不會發聲 因為為什麼呢 一年多一次的提議案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說 我覺得 大家在歌頌數學的時候 數學大家都知道 你是指定讀數 是不是 沒得奸捏 沒得奸捏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或者不知就不知 知就知 知之為知 不知為不知 在我們的議會裏面 歌頌數學 而呢 又有人叫我們要理性些 即是說 大家都知道 理性是數學的一個根本 如果沒有理性 就無需要數學的 上帝都整理了 你相信他 六天做了一個世界 接著第七天休息 大家這個世界要整定 就搞定了 所以科學和數學 本身 都是對於 宗教的盲信 或者是由此衍生的 軍權神授 一個最猛烈的攻擊 我剛才看到 有同事說 迪卡爾 他當然是一個數學家 微跡分之父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其實迪卡爾為什麼這麼有空呢 就是因為他逃避 宗教迫害去了荷蘭 因為荷蘭這個小改 就接立了他 因為他現在是新教的國家 所以我在這裡聽到大家說 喂 數學這麼重要 我們要大家去造成這件城市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在立法會的電台裡面 由這個大會 以至分組的小會 全部都提商非理性的東西呢 就是說 阿爺說 阿爺說誰做特首 就誰做特首 是不是一軍權神授 現在這個 上帝好一點 跟你開會 或者說 喂 我派遣一班天使 跟你決定 你將來做人 因為做鬼還是做豬 主席 當我們的議員 在歌頌數學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過 數學本身 是跟專制 是相反的 有人就舉這個 卡里略 那加里略 阿哥 主席你也知道的了 教廷冤枉了三百年 是不是 然後才撒友介紹 我跟平反 加里略原來是對的 主席 太悲傷 我們在這裡教我們的小蚊仔 要學數學 學理性 學理智 那我相信你也讀過那一課書 是不是 幾何原本就是 不用為用 縱容所記 即不是說 你學了幾何 去量一下這個 量一下那個 做一個論證題之後 就得了幾何學的精神 而是說學那個 中間的邏輯和理性 主席 我們在這裡說 尤其是 葉劉淑儀議員 要說梁振英去做那個 什麼奧訴 真是不好的 千萬不要 數學是不能夠說謊的 主席 是不是 數學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不是說 我認為我沒有證過 這個三角形的內閣和180度 這樣就可以解脫了 是不是 如果你錯就錯 就對 那你還要叫我們一個 國際的笑柄 跟廣大話說到 暖色龍的特首 去參加一個奧訴的比賽 做嘉賓 這個果然是一個最大的福祉 所以只有這一點 我都不會給 我不會支持 葉劉淑儀議員 叫這個 梁振英去做這個奧訴 如果老實說 主席 是有世界 方華大賽 我就會 請個動議 就是叫楊振英 出席這個嘉賓 主席 我們在這裡講教育 我們講這個 或者那樣 或者講人家 如何辦教育 但是我們 有沒有再 在這裡討論過 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經費 佔我們的國民總產值的低劣 是在全世界發展國家裡面之最 我們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的大學生的入學率 全資 讀大學的入學率 是不夠20% 我們當我們講拔尖的時候 有沒有講保底 我在這裡發言 沒有興趣去掃大家的慶 或者抹摘那些尖指的可能 我認為這個世界真是有天才的 但是如果天才的發展 發揮 是在所有其他人的痛苦身上 我是不會答應的 主席 我們的議會淪落到 一個中學三辯論的題材 都用來辯論 當然淪落 還有誰人尊重立法會呢? 哥哥 因為這麼小的事都用來講 殺雞用牛刀 我都問過你 你老婆 去砍牛的時候 會不會用 殺雞用牛刀 沒有啊 不會的嘛 今天的辯論本身 就是立法會的墮落 本身就是一個醜物 陳恒斌議員